我們台灣一般的文立組的交織方式是鑄牆兩板一起交織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我們新加坡它這個案子喔 它是2015年的案子 它鑄牆分開 賽牌兩板分開 以標準兩公尺的肉漿高度來施作 它現在鑄牆分開 所以它現在只做鑄 鑄的高度大概工資到兩公尺以後 然後他們有攤度11公分 我們看下一張就攤有攤度 在台灣我們大概鑄牆的灌漿 現在有新技術的穩泥土 可能都用到23公分 吸力料才能夠灌 因為我們在地震期 我們的兩板的鋼筋量非常多 有它的阻隔 我們的鑄牆是很難灌漿的 所以鑄牆即使一起灌漿喔 它都會因為牆壁太小 那個穩泥土不容易進去 所以貪度就要大 只要貪度大 即使新材料都會造成力量分離 所以他們用 這個在我們營建署的穩泥土施工規範裡面有 因為我試著去改編 所以我去查這個法令 你看 我發現我以前書上是有念到的 然後再做法令規範的印證 它的貪度膜 有看到它11公分 這是非常 這樣的穩泥土不容易造成力量分離 那這樣的膠質計畫 所以他們鑄是慢慢的 第一 他們在鑄鑄的時候 不是用輸送車 他們是用人眼用吊車 用吊頭 慢慢膠質 因為它的貪度低 它不可能太快膠質 沒辦法做 包括棒部就在打 人眼操作都會來不及 有時候我看到它的相片是五六個人灌一根柱子 這在台灣可能是只有橋樑工程這樣做 建築工程都沒有 那我們再看下一章 它記住摩 拆摩以後 它的穩泥土的表面就非常好 它的強度一定 我想它一定超過設計強度 這依我的經驗 只要我們用好的集配料 要好的施工方式 它就能夠達到非常好的強度 準備好了 找手 對 Firefox